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太搞笑 韩国内清空冬奥会食堂西瓜 遭日本选手投诉成为大笑话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冬奥会的这些消息 众手周知啊 在近期 韩国内有些运动人 偷吵冬奥会的食物难吃 而且表示啊 自己很久没有到食堂去吃饭 那么他们呢 认为啊 提供的食物太过油腻 那么韩国队吐槽食物不好吃的 这个事情呢 也是遭受到了其他国家媒体的挖苦 大家认为啊 这个韩国队运动人啊 有些挑刺武力取闹 其他国家的运动人都认为啊 冬奥会的食物非常的丰盛 非常的好吃 为什么只有韩国队的运动人 感觉食物难吃呢 那么其实啊 就是近期呢 在网络上面 有网友啊 爆料了一条消息 那就是韩国队的运动人啊 他们对于冬奥会食堂的啊 一种食物啊 非常的感兴趣 尤其呢 每次都是啊 麻很多的西瓜 几乎啊 要清空啊 这个餐盘里面的西瓜 众所周知啊 西瓜在日本韩国这些地方啊 售价比较的高 那么因此啊 韩国队运动人 虽然在表面上面啊 他们没有吃很多东西 但是呢 他们在私底下也会打包很多食物 到宿舍里面去偷偷的吃 那么因此啊 韩国队的这个行为啊 也是让有些日本队的寻舍啊 感到不满 他们呢 甚至提出投诉 因为日本队的运动人啊 他也想吃西瓜 但是呢 韩国队的运动人啊 吃很多西瓜 让这个日本队的寻舍啊 没有机会享受西瓜这个美食 当然了 这也是一件小事情 也是啊 比较的搞笑 那么说明了 这个韩国队面对着美食的诱惑啊 他们也无法抵挡 虽然表面上 口口声声的 说食物不好吃 但是呢 对于自己喜爱的食物啊 依然是 这个疯狂的吃 几乎啊 要清空西瓜 那么当然了 对于 这个日本选手的投诉啊 我们作为东道主 我们也会满足大家的要求 也会提供更多的西瓜 让大家都能够享受这种美食 那么同时呢 也希望 这个这个韩国队啊 有些运动呢 在享受冬奥会美食的同时啊 也不要 心口不一 口里吃着美味的西瓜 但是呢 表面上啊 还说食物不好吃 确实啊 让人感到 奇效皆非 大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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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